嗨,大家好,我是小罐头 今天我要讲相声 题目是,没考好 大家好,我叫小王,是二年级的学生 大家好,我叫 你怎么哭了呀 其中考试没考好,傻心了 别坏心,只要你好好学习,就能考个好重鸡 算了吧,我已经好好学习了 但是,还是没考好 这,这,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你考试的时候紧张吗 我心里素质好着呢 怎么会紧张呢 好了,好了,别哭了 别哭了 吓我一跳 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 我们得解决问题呀 关乎有什么用啊 那你说说,该怎么办吧 我们先来分析分析,你哪科没考好吧 三科都没几个 我的天哪,你怎么考的呀 科学也没考几个吗 没有 既然连科学都没有考及格 肯定不认真背书 每天早上我都非常努力地背书 坐在我对面的同时 每次都会被我喷得一点口水 现在还要求老师给他换位置呢 别吹牛 那我来考考 鸭是什么动物 鸭,鸭,我想什么鸭 你到底会不会呀 你别催呀 我这话想出来了 鸭不就是会飞的动物吗 瞎说 你瞎养的鸭能飞呀 好像不能 那你给点提示 哎,不用,不用,不用 鸭,是卵生动物 哦,对了,对了 我刚刚就是想说这个嘛 哎,算了吧 那你真知道什么是卵生动物 这肯定的嘛 不信你再出一题考考我 好 那羊是什么动物 晚生动物 没错吧 什么 你见过羊下蛋的吗 你这个人不谦虚 不懂的话就要问 怎么能不懂装懂 你才不懂 羊生小羊的时候 你家人会怎么照顾他 给羊圈里垫草 为什么要垫草 为了给小羊保暖呢 你看 这不就是暖身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科学我确实没太记住 可是数学我可是有进步了 你考了几分呢 二十五分 是进步了 对啊 上次我考了二十四分 这次二十五分 不就是进步了吗 学习怎么能这样子骗自己呀 你怎么说话跟老是一个语气 这是事实啊 学习就是要刻苦 扎扎实实的 可是我的名字也进步了 你考了第几名呢 倒数第二了 上次你不是倒数第一 这次怎么倒数第二了呢 上次不是小明没来考试吗 这次他来了 我就倒数第二了 你就这点追求啊 考了个倒数第二 也能沾沾自喜 可是我学不好啊 有什么办法 够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哭有什么用啊 不通过自己的努力 怎么能提高成绩 每天只知道完 考不好不就是必然的吗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 将来要上花佛 上金黄 上北大 你真吧 嗯 这就对了 五点了 五点了 我要回家去了 你要回家看书吗 五点呐 动画城开始播放动画片了 大家拜拜 我要回家咯 看电视咯 真是没救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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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